Welcome to the 8th special night's talk 好,好,謝謝大家 今天就特意抽空來參加這個語音之夜 今晚呢,非常榮幸能夠請到各號聽 Marco Kock 我們給你掌聲好不好 來到今晚的分享 我們今晚的語言主要是用廣東話的 所以今天我們會用廣東話的語言 但學生會翻譯 謝謝 今晚我們希望能夠一個深入的層次 去認識國人 去認識他到底怎樣能夠去到全世界的高峰 How can he get to the top of the world? What is the journey? What has he done before? This is what we want to learn OK 那在分享他之前呢 我想我們第一件事呢 要認識就是去看一看 有個影片的片段 那我們呢 應該準備好 我的助手 是不是 有沒有影片 好,大家看到了 很帥仔的國務艇 嘩 好 好 嘩 嘩 Youtube 我們先看一段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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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嘩 So to let you know more about Marco I think the best day is to watch a video I think the best day is to watch a video I think the best day is to watch a video and this is YouTube This video is about 10 minutes 10分鐘 那我們一起看看 我們是不是可以開始了 OK 1 2 3 Let's go 3分鐘的比賽 那我們來看看 Marco在哪裏 4個金牌的男生 此為止更加 運營的香港車手 光浩提特也有參加比賽 這個就是日本 這個日本是世界的粉絲 這個大陸 這個比賽又是60個圈 60個圈 一個圈是250個圈 對 但是現在西班牌的光席在那裡 做得到很好玩 對呀 還能解決 很幸福 這個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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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我看了我看了 50公里每小时是什么感觉呢? 第一个问题,Marco 50公里每小时是什么感觉呢? 可能门口都是坏路 50公里那些斜路 小路是50公里 其实是不是很难的一件事 踩到这么快? 其实这个怎么说呢? 训练了很多 训练了很多 大家估计我几岁开始踩辣车 几岁? 我估计落水 不是我会踩辣车的 是正式系统性 投入去做运动员 然后做睡眠 我们有很多人 初初进去的叫做清睡 青年 初初进去是十三岁 十三岁 十三岁是中一的时候 其实我小时候 读书也不太好 读书也不太好 但是有一次机缘考核 有一个体育老师 他们进去课室 递了一份表格 那个表格是由香港体育学院 去举办的一个 运动音选计划 当时那个计划里面 有很多运动项目 平时大家玩的滑布 田径、南球、足球 我看到有单车在这一间 当时香港单车 其实未那么受欢迎 好像很特别 很有好景心之下 把那个格子 开始去训练去参加 每天去训练 当时就十三岁 一年就由十三岁到十八岁 就变成一个全职运动 全职运动 是什么 就是上班 人生比上班 人生比上班 我们以前就在国内 每天就在国内睡 其他时间就飞去比赛 到上年二十岁 上年二十岁就正式退赛 这个运动音生涯总共十五年 你见到刚才赢这一段运动 当时就二十三岁 所以就踩了十年单车 嗯 踩了十年单车 就可以得到世界冠军 真是的 真是的 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 想知道我和Marco 其实我自己 我记得很多经验 最重要是去不同地方 做分享 去做广告 我很多时候就去小学 这家 亦都试过和大人分享 但是就和大家 叫做 大学生 大学生 就没试过 我想今天稍微 我想我都是带你们几年而已 所以 我也不想说那么多 可能很快地说一说 我以前是怎样开始 经历是怎样 之后 大家多讨论 我不知道你们是 喜欢运动 或者可能不喜欢我现在做的事 我就在IT做一些财业的工作 跟Coding很关系 Coding 我想我小小有学 我之前有做了工作在UAT 我等一下会说一下 好吧 这个就是刚才我赢了WELL CHAMBERSER 大家看到 有来自我们的运动员 第二名是意大利和法国 是三名 其实赢了这个比赛之前 你看到这个比赛 好像很快 很快就赢了 赢了他收冲 但是背后其实有很多很多东西 那些东西就是 刚才说的10年里面经历过的 就是这一集 10年里面 我想有无数 这么多次的 叫炒车 不单车是平衡的 有这么高速度的情况下 就是刚才说的 平均时速50公里 但是在公路上面 就是在滑路上 可能可以看到有70公里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概念 就是你走一条铺路 说时速行得100公里 那你的单车上面 那车这么幼的 那你最快可以走20公里 70公里 所以你一跌到地上 就很伤 我就试过曾经炒车 那锁骨就跌断过三尺 就是分跌 那最初的运动员的时候 你接触过那些伤 的时候 你觉得很大件事 那是不是已经 结束了你的运动员 那原来不是的 原来单车运动员 就是要禁头 就是精神性地炒车 那有精神性地 可能会有些骨折 有些伤 我相信其他运动员 都是这样的 伤患是和备免的 所以这些是运动员经历的加点 那当然很多这些 这样的低潮的时候 我都坚持了 坚持去做 那我相信你运动员成功 其实都是需要坚持 或者是你做的何事 那怎么说 老实一点就是 一分加盟一分修好 这个是没错的 那我觉得 我运动员成功 总结是这样的 嗯 那 那 这里就是说 有几个数字 那就是说训练 为什麽你要做 这个 这里有几个数字 这里是右下的照片 那就是我训练的地方 这个叫昆明 昆明就像这个城大 的宿舍似 那样 那全部都是国内 其他很多不同的 温度学部 的温度型 但是我想 19点的话 在那里 已经是分析了 很安静 那 那方圆 即附近呢 都是农场 一些很偏僻 很偏远的地方 如果可能要搭车 去江堂 可能是想买些东西 可能要一个小时 那样 那在一个很困难的环境之下 每天去做这个训练 那最多好 就是试过 就是300公里 300公里 就短了9个小时 那概念呢 其实就等于 在香港 踩单车去广州 那之后回来 哇 一人知道 一人知道 那这就是平时的训练 也可以说是你付出了这些东西 那我就觉得自己 刚才说的 就是为什么要成功呢 其实都灵活这些因素 就是坚持 那另外呢 我都觉得是最重要的 就是 有一个好的mentor 这其实中间一张照片都没出到 那上面一个呢 是我教练 刚才说的沈教练 中间那张照片就是一个人 就是叫黄金堡 嗯 我相信大家有听过黄金堡 黄金堡是以前香港 我说单车界的 你都现在是一个传奇人物 那他对我们这些叫后辈 我说的 最年轻的问题都很好 我觉得 成功例的元素就是 你会有一个很好的mentor 因为在一个过程呢 你一定会有 首先那些受伤啊 断骨啊 比赛赢不到啊 很失望啊 很伤心啊 那每次你有些低潮的时候 或者晚上想问 一些问题的时候 一个mentor的角色很紧张 我想说 其实大家 身边一定会有一个 不过就 好像一个默契那样 就是有些是 大过你的人 可能社会上 它是 在你的看法里面 你很想成为它 或者你有很多经验 很想在他身上 来拿得到的 那你就会 和它保持一个mentor的关系 那我觉得这个是 挺重要的 嗯 好了 那我要找什么mentor 那大家找到你的mentor 嗯 来啦 我就 在学校这里 其实接触了很多 不同的学生 其实我的感觉就是 我觉得同学都很有火 其实你都知道自己想做什么 那这个是我的感觉 那我们就继续看看 Marco的功能 好了 嗯 对了 我说完单车 其实做完运动员 之后做什么呢 我呢 就刚刚上年的时候呢 就一次认识 就比较严重一点的 那我就弄了 那就令到我要去很深思熟 我从来这样想 究竟做会不会做完能源 那我回顾自己 为什么当初我刚才说 你自己表格整个格子 选一班车 最主要因素呢 都是因为 因为有点兴趣 就是有点感觉 就是有点感觉 可能有点感觉 可能有点感觉 可能和你选择的时候 你有点感觉 他对什么有兴趣 所以你会读学科 我希望知道那样的 那我做完单车运动员之后 我都想到 究竟我自己在下一步做什么呢 那通常呢 一般运动员 都会做教练 那但是呢 我自己原来对IT 很有兴趣 那 都是啦 都是刚才那样 找Mentor 那我就说 究竟我做IT 应该要找些什么人呢 那之后就认识了一些朋友 那也都是去了一间公司 叫growth 啊 Dotterway都知道 都认识了 Adams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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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间公司呢 其实是一间 他们有份投 就是叫做Intubated的 startup公司 那是做教练的 那当时我都想都没想到 因为应该上我认识了一些 那么好的朋友 那我就有点希望 努力去尝试到他们去做 那 那 就 似个小小呢 你问我有没有识识的 那我又不太熟 不过就 那些叫做 AX的UAT 啊 那怎么跟那些 App的developer 去沟通 那些经验都有一些 那些 你需要试试 那你试试你的 那你试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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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那 那过程就是 我在growth 那我教育公司 就做了一年左右 那我就自己 那我希望做一些 做一些运动相关的 那 那所以就回了一个公司 就叫做sport.plus 那这个平台呢 其实自己很想就是 就是将以前一些 运动员的价值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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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运动员的 那我想透过这个平台 就将这些 介绍观传送给 那些 小朋友 那 那 那现在都是这样的 那你一直都在买的 这个sport.plus 的 是的 其实呢 我就好像一个 中央媒体的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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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試過這個網站嗎? 有沒有讀評判? 有沒有學生? 有學生在讀評判嗎? 是,啊! 有女生在,請對手 我問你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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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聽到這個網站嗎? 我是你覺得到這個網站嗎? 你覺得碼上這個網站嗎? 再說一下你的項目是做什麼 我認為這項目是有很多按鈕在右邊的旁邊 右邊的旁邊 對,這項目是有文章和文章 它可以描述別人的額 這項目的內容是有文章和文章嗎 對 你認為是做好工作嗎 我認為是好工作 我也不知道 我看見你這個項目好像用了半年時間 你已經累積了八千多人 我認為是因為有很多其他移動運動項目的運動員 有一個很好的聯繫 所以我們很多時候會一起教育 因為剛才提到Growth是一個學校的平台 所以很多時候有機會跟學校有些推廣 透過不同的運動員的經驗去分享自己的故事 所以我認為內容都比較受可能 Anti-Connect 去看 多些人喜歡運動員會留意最頂級的運動員會做什麼 Marco 例如你這個項目 知道你的內容有甚麼年齡多嗎 男生多還是多 多人? 多男生,喜歡玩籃球 是嗎? 哪個玩? 有玩籃球嗎? 我們最近剛才贏了籃球冠軍 籃球都不錯 有些玩籃球 有些玩籃球 有玩籃球 有玩籃球 會有一個 有可能在哪個方面的運動做 整個玩籃球 大家是開啟的 今晚都要回到我們特別討論的形式 大家是 請問任何問題 大型語言是在廣東 所以學生在你身邊 可以幫你翻譯給你們 我們今晚最主要的目標 就是從兩個角度去分享 有些認識Marco 第一方面就是Marco的運動員身為 第一方面 其實我 我順利用我去講Marco這個項目的 厲害的地方 其實你見到 他是 如果 你要我講 我覺得是有幾多個 說話的 他九月份 2016年就開始 你見到是零的 一直到這個位 其實是一直爆 現在其實一直在上來 是很厲害 在二月的時候 其實已經是百千多個 幾個例子 所以其實這一個 根據錄上 其實是 是一個叫Mobile Marketing 的一件事 你見到你 各位很重要 其實他每天的 都要多一萬 所以 這些indicator 都是很重要 是在職場 一個很大的 community 的民眾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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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 今天 一開始 我就很快 講 我運動員的身體 所以很快 就講到你 這裡 講到阿翳 其實現在做了些什麼 那 其實我覺得 是希望 同學仔去 去問一問到底 你有什麼想認識Marco 那 這位也是運動員 這個 運動員的現象 不過 這樣 我覺得 我們跟自己認識 我們問 Marco 你在做運動員的身體 大家都知道 很辛苦 每天在訓練 有沒有一些 特別難忘的事情 發生過呢 你又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 嗯 嗯 不過同學仔 有沒有什麼想知道 哈哈 我們讀完 對你來說 是不是 嗯 不知道 你有什麼想知道 可能你主動問他 嗯 嗯 Any questions 是不是要我派禮物 我真的有兩個 有 那我有兩條問題 那我第一條 我就是 那你一直做運動員 我覺得就算我讀書有時候很想放棄 就是讀一年 那你怎樣可以令自己堅持到更久 我覺得很難的 可以堅持到然後又可以達成自己的武装 總可以拿著 就是什麼可以令你不放棄 或者可以分享一下你放棄的時候 怎樣又想站起來繼續努力那些經驗 可以看嗎 對 我想問這個 你覺得西方政府對全球運動員的支撐是否有 OK 我回答第一題 第一題其實是經歷過很多低潮 究竟為什麼會繼續 其實我可以跟他講 我第一次團所不 又或者是第一次在這個比賽中沒有情況 但是最後輸了 然後每一次都想學 基本上我心裏就是打算把衣服放棄 就立即不放棄單車就不解了 我就退出了一段 那我總結的原因 其實都是因為剛才說的一個 教練和阿寶 就是前輩 為什麼那麼重要呢 就是因為他們看的東西永遠是遠過我們很多的 可能到我現在都是我今年的人 現在我九歲 好像經歷了很多東西 但是你的一些前輩呀 一些長輩呀 成功人士 他們看的東西一定是 在看第十年、二十年 或者你記錄過的計劃是說十年 就是我教練看的計劃是說第一個十年、第二個十年 這樣看的 但是自己一個小時候的運動人 變了就是我看著眼前的一個比賽 那我很重視眼前的一個比賽 我曾經試過在2009年 一個叫全國錦標賽的比賽 那時候的期望很大很大 那因為叫運動會呢 就通常都是四年一次 那其實我運動會之前的一些全國錦標賽 我都是贏了 那自己就很期望 這個運動會都吃硬的啦 沒有死的啦 那怎知去到那個比賽就發揮得不好啦 去到最後好像剛才那些比賽 去到十圈前我已經知道自己沒有什麼 那我逗留在那個休息區 那樣跪著 即不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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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裡哭 然後其實周邊很多電視台啊 記者啊什麼都沒有理 就很失望啦 那就一個很 幾個長時間 幾個月的時候也都很低潮 尤其是等四年 你會覺得四年 我四年都讀一個Degree 但是在教練的角度 就會看得遠很多 因為他可能經歷過全運會 可能經歷過十次 即是四十年 他還有教練這麼多 那他變成了他就可以畫到一些 很前瞻性的看法給你聽 那所以聽話都是跟全國的 即是你聽話自然有些 有些MENTO會帶著你會教你 那補給你 那對運動員的支援夠不夠 第二個問題 其實現在做運動員是很好的 很運氣的 我不知道以前做學生是否 即現在做學生是否也好 但我自己的體會是甚麼呢 我也是看了幾年 我的體會是 我這一代的運動員 和上一代 上一代是黃金步 再上一代 不知道有沒有聽過 紅、綠、幼 紅、綠、幼 你有沒有聽過 紅、綠、幼 可能年輕一點 你有沒有聽過 以前那些很高的運動員 他是說他在凌晨五、六點 就可以在香港的單車自己睡 然後到九、十點就要上班 那時候也不是賺很多錢 做一些很低名的工作 可能是倒垃圾 或者是做一些很辛苦的工作 到做完夜的時候 又要去做訓練 然後又沒甚麼機會睡 因為有很多因素 也都是政府對體育的投入 資源 還有各樣東西 其實慢慢一步一步 他和阿寶的經濟 已經是因為他一直有成績 那就帶動到更加多的資源 去投入運動 或者放入單車 也都令到我們這一代 或者在新一代 那個資源是越來越多 但是那個原因 你可以說是社會富裕了 也可以說是 雞和雞丹的問題 究竟是有資源先 還是有成績先 有成績才有成績 但是有資源才有成績 就是這樣的問題 所以如果你說今時今日 其實在香港做運動員 是不缺各樣的支援 即使是在做運動員的時候 甚至做完運動員推動 如果想像我現在的個案 可能你想促書 可能你想促進行工作 如果有很多地板問題 已經幫你找一些商界 去可能成績運動員 給一些機會運動員去做 我猜測到南沙圓的運動員 都可以投身做成績運動員 將來高身宿佑 你可不可以說的 我想這些 自己選擇 有誰想做運動員 在這裏 有沒有 有誰想做運動員 那我看過 現在以為太辛苦 打算去 好好的問題 多謝你為我 多謝你 其實我有另一位 如果我都不問問題 我甚至不問問題 我問問題 這個其實是 在香港會選擇 世界場地單車錦標賽 會追蹤所有的 這個比賽 其實香港當然很難得 因為亞洲只是在日本的地方舉辦 而每年就會舉辦一次的全世界 所以贏了這個比賽 就等於剛才我贏了 接著看到台銅致敏就代表單車界世界的軍 所以接下來四月就在將軍澳的單車場舉行 這個是紀念品 恭喜 好像拍攝阿神 阿智阿智是我們的RT運動員的伯伯 他經常做教練 他經常做Mentum的角色 發覺你是感染 如何鼓勵我們一堂仔會放棄 不用怕蠻子 沒有問題 好 行行行 大家都比較嚇唆 師師好像上對手 其實我想問一下 你一開始進入台銅 或者這個 這個你講的時候 你幫人是知不支持你 或者有很多年人派出 令到你可以很難踏入這個 其實這個問題 我上個星期就去新鴻基 也講了一個分享會 新鴻基中心 因為我現在有時候 會去一些不同大的公園 其實也是這樣分享的 這個問題 通常是那些 爸爸媽媽會問我 我記得有個爸爸問我 如果你有個小朋友 你會讓他踩一輛車 這樣 我先講講自己的經歷 我自己經歷 其實我小時候 我十三歲 就是中央的時候 我踩一輛車 都是 我上課 下午就去火炭 我去訓練 每天電 可能八九點 就回家 過程都不容易 那時候讀中學 讀書又不是很厲害 因為又辛苦 又晚回家 功課都未做好 那有一期會考 那時候會考 那一期叫做 DSE 那我跟家人說 很辛苦 我不讀書 因為那時候有成績 亦都很狠 可以立即轉做全職運動員 立即去訓練 每天都乘一輛車 因為那時候我已經很快 你讓我去做全職 我每天都乘一輛更快 很心急 很熱血 很年輕 那我媽媽就說 不行了 你可以不讀書 因為你考回考 那我媽媽就說 她說 我讀書可以 你又不可以不讀書 那我不乘一輛車 因為很辛苦 每天都是這樣 那我媽媽就說 那你就不要乘了 那時候我就想 對呀 就是乘一輛車 是我自己選擇的 就是等於 可能不知道你們有興趣 我不知道你們有興趣 我自己選擇了 然後我就 一路去做 我就變成 那時候再考上去考 然後再做全職運動員 那到一路做 那十年 其實 那樣東西都沒有什麼來過 因為 那件事是一開始自己選擇了 下去做 過程又 就是 折斷手腳 那都是自己去躲起來 去康复 去背 那父母可能都是擔心 擔心你會受傷 那但是 那一路 就是 講到拉長 十年十年 其實 父母是沒有什麼 不斷阻止我說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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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剛才說 我身族 有個爸爸 就問我這個同樣的問題 他首先就問問我小朋友 第二個問題就是 你會給自己的小朋友 買單車 那我覺得其實這件事很重要 就是 那個興趣 那小朋友 也都是 大那些都是 那些興趣 是很重要的 有些父母 可能擔心就是 找找都吃 啊 我覺得這個 不是大問題 反而那個興趣 是很重要的 因為你說都吃 但是你不開心 那都是 都不值得的 那你做那件事 可能是沒有興趣 那這次不開心 那在低潮的時候 你都很開心 可能 受傷你都很開心 因為做什麼自己喜歡的 或者追著 想追著 有東西追著很開心 就是剛才說 有什麼事 很累